这里是多伦多音乐花园 现在是6月下旬 今天是夏天的第一天 这个花园开始展现它的颜色 就是那句著名的 Give you some color to Sissy 我们来仔细看一下哪些花 这一大片黄花是Yarrow 我们在介绍多伦多植物园的时候介绍过 在选择鸭肉的时候 一定要选择这种特殊的品种 它不invasive 而且长得比较 相对来说比较矮小 大概有两尺高 invasive品种的话 它串根串得非常厉害 而且它的种子会自剥 和这个鸭肉在一起是Sage 或者叫Sauvia 你看它这个颜色比较暗 所以不是特别明显 所以需要有其他的花 或者后面的大石头来映衬 你看我们第一点就可以看出来 也是很漂亮 这个Sauvia它已经开了有两周了吧 至少它的花 我们仔细看一下 它的花是一点点往上涨 一点点开 估计还能开个两三周 没有问题 这旁边呢 正在开的这个红花 也是Yarrow 是不同的品种 它也是长得比较矮小紧凑 而且这种红色的品种呢 并不常见 你要去专门的Govern Center 可以买到这种红色的 除了红的以外呢 还有这种粉色的 这种粉色也是不太常见 前面这个像是Orange 正在准备打开 就是不同的品种的Yarrow 配在一起 和后面的大石头 还有后面的石头后面的 那个黄色的是Ladies Mantle的 像是Ladies Mantle的它的花 我们过去看一下 这个黄色的不是Ladies Mantle 是Sedum 一种Ground Cover Sedum的花 这里还有这种高的这种Flowers Back 这个也是马上要开花了 这个叫Fox Tail Lily 它的特点呢 就是非常耐旱 所以它的根呢 是榨得非常深的 这个开的花应该是Orange 橘红色 橘黄色 橘黄色 不是橘红 它的花也是从下往上一点点开 看它这个像个大尾巴一样 Fox Tail一样 狐狸尾巴从下头往上一点点开 大概也能开两三周至少 仔细看旁边这个呢 这个也是 现在还是绿的 这几个Spec上来 这应该是Liatrys 开的是紫色的花 而且在阳光充足的情况下 它的花可以 它的Seat Head 即使它开完花以后 它的Seat Head也可以一直持续到冬天 所以是给冬天有一个很好的装饰作用 你看就这么一小片地方 颜色非常的丰富 这个大石头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作为背景 这是一个螺旋上去的一个转盘上去 上面是一个小台子 小高台 这个左侧 哇 又看见那个叫做 Redwing Blackbird Very Aggressive 它在追逐另外一只小鸟 所以我上去的时候还是比较小心 看前面这一丛 现在阳光出来了 这个相机里面看得比较暗 实际上它也是暗红的 但是是很明显的红色 它给这个花园也带来了一些对比 很强烈的对比 这个是Smoke Bush 这个Smoke Bush也在开花 它的花就像Smoke一样 它这花很细小一大丛 你仔细看的话可以看得出来 因此而得名 这里还有不少这种小枫林花 比较矮小 现在正是在的花季 那么再过两三个星期 等这些大的花盛开的时候 这些小枫林花就会消失在这些花丛中了 然后有机会来到这个小红花面前 但是我必须得跟着前面的老太太一起走 我知道这是什么花了 但是我忘记它的名字了 我回去会把这个花的名字写在下面 这个花很好 看见吗 这个小黑鸟在坚守它的鸟巢 这已经是六月下旬了 还不能一个人安全的在这里行走 所以建议对想到这里来参观的朋友 一定要成群结队 至少两个人要安全很多 好了 这个因缘花园 这是其中的一部分 花园之一 草花园 今天我们还没有看见很多明显的长得高大的草 这些草应该是在夏末秋初的时候 才会完全的展现 今天就说这么多 这是一个养花园艺的频道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 欢迎订阅 谢谢收看 咱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